真台中的拿鐵 你這個已經加冬犬了 已經加了 已經加了 看鋁棒會不會拿出來 老公的鋁棒借我一下 喝的時候要吃香菜嗎 這個喝的時候要考慮一下 對 拿到嘴邊的時候 你會有人生走馬燈 我喝到你 鋁棒借我一下 鋁棒借我一下 台中人都說好賊 不過這間的老闆是有名的 而且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台中最有名的 除了Lulu之外 就是東泉辣椒醬 辣椒醬 居然把東泉辣椒醬 仿在咖哩還有咖啡裡面 這辣椒醬可以加到咖啡裡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 厲害…這個阿嬤 裡面人家講說什麼 這個老闆很難搞 沒有 但是看他梳一個這種包頭有沒有 知道這個人屬於那種形有古風 對 然後這個會 個性會離群所居 是不會 是不會 對 這支 真的這支在這裡 來 介紹一下你的餐廳 真台中的拿鐵 你這個已經加東泉了 已經加了 這個啊 我就加這個 我跟你講眼見微平 來 攪拌完再喝 真的假的啦 它是在底下是嗎 對 那其實就是一個心理的障礙而已 應該量不多了 我們喝喝看好不好 兩位飲料店老闆 你們感受一下 量不多… 而且我們台中人 對東泉辣椒醬的底下 是非常多的 因為這一杯我給那個阿翔喝 好 他也是老闆的 看他想不想炸 看鋁棒會不會拿出來 噴 好特別的味道 這個我要說 妖怪怕出汽 太怪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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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麼多… 這個好特別 真的會微辣 我持不同的看法 這個 不同意見 我覺得OK 其實是OK 因為它並沒有加到很多 它那個量一定有抓 它東泉辣椒醬的尾韻 為什麼後面 我現在後面出來了 稍微看辣椒味 有點辣椒味 它其實就是只是在 辣在喉嚨而已 對… 前面其實就是咖啡的香氣為主 OK 這個就冰咖啡 對 這是冰滴 冰滴咖啡 就是比較老式的做法 所以比較濃 應該是沒有東泉 比較濃 OK 好 那我會講 來 再來這個特別 台哥的最愛 他看到這個會翻臉 咖啡 然後加鹽水 這個 香菜 我跟你講 我是喜歡N3的 我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你告訴我 當時只是想說 做一個類似像奶蓋咖啡 對 那因為一般奶蓋 大家其實都喝膩了 然後就加了花生醬 結果去增加一些層次 可是他做酒 你為什麼一定要搞這些 有一點 阿家 是他自己喝膩 對 那喝的時候要吃香菜嗎 這個喝的時候要考慮一下 對 拿到嘴邊的時候 你會有人生走馬燈 阿翔 你已經放在前面 你放在前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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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特別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醫生一定要試一次 這杯你把它喝下去 好不好 這裡 喝完以後只告訴我一件事 要不要加冒 來 你先喝 醃水濃濃的味道 要不要加冒 要不要 有點響 真的嗎 滿特別的 真的很特別 剛剛這一杯 其實不錯 我會衝著這一杯 然後來這邊喝 喝下去有咖啡味道 然後慢慢的會有 一種辣辣的 辣辣椒味出來 阿家 不錯 有機會 然後來這邊 哈 手 摆 摆 摆